麻烦您能在百忙之中抽空点一下关注 方便与您讨论和分享 您的支持是我前进的最大动力 谢谢 1986年的一个下午 澳门一家茶馆里 赌王和鸿燊和香港实业家霍英东相对而做 一时间两人之间剑拔弩张 似乎有什么不可调和的分歧 就在僵持不下之时 一位江湖人士却忽然怒吼一声 一掌披向霍英东面前的茶杯 茶水溅得满桌都是 霍英东脸色大变 拂袖而去 留下和鸿燊和马娇逢相视一笑 胜利在望 这突如其来的一幕 让人不禁猜想 两位大佬之间的争斗 究竟牵扯到了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 这个神秘的江湖人士 又将为这场较量带来怎样惊天动地的变数 两位商界巨拨的初识 作为港澳的两大商业奇才 何鸿燊和霍英东一直都是一敌一友 霍英东晚年曾不停念叨 我从来没有富过任何人 但同我合作的不少人 都有富于我 让人不免联想有暗指和鸿燊的意味 1948年的一天 年仅25岁的霍英东来到了澳门 他刚刚完成了人生中第一个大项目在东沙岛一带的海域捕捞海人草 这是一种药用植物可以提炼出治疗胃病的药物 霍英东动用了全部积蓄 组织了一百多名渔民 历经艰险才将第一批海人草运回澳门 准备在这里销售 当晚霍英东提着样品来到了澳门贸易局 值班的供应部主管叫何鸿燊 两人一见如故 原来他们曾在香港中学读书时认识 算是老同学 何鸿燊一边检验海人草的质量 一边跟霍英东聊起往事 霍英东说起自己艰苦创业的经历 言语中透着朝气和骄傲 何鸿燊则谈到了自己在澳门贸易局 平稳发展的工作 交谈中 两人发现大家志同道合 有许多共鸣 尤其是对祖国的热爱 让两人倍感亲切 正当两人投缘之时 何鸿燊却在海人草的交易上很下了心 他找来砝码称重 结果海人草的重量直线下降 价格也打了个折 霍英东万万没有想到 久别重逢的老同学第一个商业合作 就这样困扰了他 这让他对何鸿燊刮目相看 澳门博彩业的诞生 时过境迁 时隔十余年 1961年的一天 霍英东在香港接到何鸿燊的一个电话 澳门政府重新开放博彩业招标 是否一起参加 电话那头的何鸿燊语气热切 态度肯治 他表示自己虽然学习过赌计 但凭一己之力难以承担这样庞大的产业 希望能与信得过的朋友联手 这样才能打造澳门的新兴产业 创造就业机会 霍英东对赌业颇有微词 他认为赌博终究害大余力 不应该鼓励发展 但经何鸿燊一番软磨硬泡 再加上对老友情分 霍英东还是不忍心服何鸿燊的好意 答应带上叶翰 叶德利等人一起参与竞标 1961年底 合伙人们以压倒新票数 夺得了澳门博彩业的经营权 在何鸿燊的主持下 澳门旅游娱乐有限公司正式成立 霍英东任副董事长 负责筹措资金 何鸿燊担任常务董事 主持博彩业务 起初 霍英东希望博彩业能造福澳门 改善民生 但渐渐的 他发现何鸿燊的野心远不止于慈善事业 权力的斗争也逐渐在合伙人中酝酿 使得霍英东不再有初衷的激情 合作协议的修订与裂痕 1964年 澳门政府和澳门旅游娱乐有限公司 首次修订了合作协议娱乐公司的经营期限 原长至1985年 每年需要递增缴纳博彩税 1967年之前 还需投资新建一座夜总会酒店 对于条件的不断收紧 霍英东颇感焦虑 但何鸿燊的野心不减 还想进一步扩大博彩业务 1972年 在何鸿燊的运作下 公司再度修订协议 将专营权延长至2001年 这一数字引起了霍英东的强烈不满 2001年已经超过了澳门回归中国的日期 意味着未来中国政府在收回澳门博彩业的主权时 必定会与何鸿燊产生严重冲突 霍英东多次向何鸿燊提出异议 但均被一一驳回 何鸿燊已经完全控制了公司的运营 根本不把其他股东放在眼里 霍英东看到了劳友满腹的算计与阴谋 心中万分失望 在此期间 为了挤出竞争对手叶翰 何鸿燊又拉拢郑玉彤加盟 并与何鸿燊联手增持股份 何鸿燊也明白 自己已经被何鸿燊利用 只是为了达成某种目的 公开反目与退股计划 1985年 霍英东出任香港中华总商会会长 他逐渐减少了对澳门博彩业的管理 转而投入其他公益事业 何鸿燊抓住时机 开始在公司内收紧对赌场的控制 他拒不提供霍英东酒店开业所需的资金和物资 还在霍英东不知情的情况下 私自修订博彩经营权 1986年 当何鸿燊再次延长经营权至2001年时 霍英东的怒火终于爆发了 他公开表明反对何鸿燊的所作所为 并提出退股的请求 出于公司形象 何鸿燊不便公开与霍英东撕破脸 他约霍英东到澳门的茶楼谈判 希望能说服霍英东收回成命 谁知就在双方你来我往之时 一名不速之客现身黑社会头目冯照明 他当着霍英东的面怒摔茶杯 还用凶恶的眼神威胁霍英东 霍英东意识到大势已去 当即愤然离开 慈善事业的双向选择 退出澳门博彩业后 霍英东将全部精力投入慈善事业 他继续担任中华总商会会长 并于1988年创立了香港首家私人基金会 霍英东基金会 专门从事教育 医疗文化等公益活动 2002年霍英东已超过100亿港元的天价 将手中的澳门博彩股份全数出售 所得全数捐献给基金会 用于改善内地教育医疗条件 他的善举震惊全港 也使其声明确起 成为华人世界知名的慈善家和社会活动家 与此同时 何鸿燊仍然在澳门博彩业界占据统治地位 他成功将赌场打造成澳门的标志性景点 每年吸引海内外游客蜂拥而至 2004年 他耗资于200亿元人民币创建了新的澳门地标澳门新豪天地 奠定了其赌王的地位 两位商界翘楚虽然在部分理念上相左 但都在各自选择的道路上获得了巨大成功 对澳门乃至全中国的经济发展 做出了重要贡献 当今社会需要更多像他们一样有担当 有作为敢于承担责任的企业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